真言第二十九章 人屡次受责备 仍然硬着景象 他必突然毁灭 无法挽救 一人增多的时候 人民就喜乐 恶人掌权的时候 人民就叹喜 喜爱智慧的 使父亲喜乐 亲近妓女的 好尽家财 君王以公正使国监力 收受贿赂的使国父王 谄媚临舍的人 是在他的脚下张设网罗 恶人因为过犯 陷于网罗 一人却欢呼喜乐 一人关注穷人的冤情 恶人却不分辨实情 好讥笑人的 煽动全程骚乱 智慧人却只惜众怒 智慧人与愚望人争送 愚望人只会咆哮或嘲笑 总不能安静 好留人写的恨物完全人 并寻所正直人的性命 愚昧人把怒气尽情发泄 智慧人却抑制怒气 如果掌权者听信谎言 他所有的臣仆 必都是坏人 世上有穷人 也有欺压人的 两者的眼睛都蒙耶和华光照 如果君王诚实地审判穷人 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 仗责和管教能使人有智慧 放纵的孩子使母亲蒙羞 恶人增多的时候 过犯也必增多 一人必看见他们寝妇 管教你的儿子 他必使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的心得喜乐 没有启示 人民就没有法纪 遵守律法的 就为有福 只用言语 不能使奴仆受管教 他虽然明白 却没有反应 你见过言语急躁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如果人从小教纵仆人 结果必带来忧愁 容易发怒的人引起纷争 脾气暴裂的人多有过犯 人的骄傲必使他卑微 心里谦卑的必得尊荣 与盗贼分赃的是恨恶自己的性命 他虽然听见要他启示作证的声音 却不说话 惧怕人的必陷入网罗 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全 很多人求掌权者的情面 但个人的判决是出于耶和华 不义的人是义人所厌恶的 行为正直的人是恶人所厌恶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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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